好,來,現在開始上了叫做全球變遷 第一個叫做全球暖化 你們應該在很多的課都聽過這個類似的東西 來,他說太陽輻射,bl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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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這樣,這樣,來 這個裡面有幾個重點 陽光的熱 不要問我為什麼 大部分會穿過大氣 被地面吸收 地面再放出長波輻射 這個輻射跟熱有關 再被空氣吸收 然後就加熱地球 然後使地球保溫 狀況類似原意的溫室 所以這個效果叫做溫室效益 重點 地面放出的長波輻射跟熱有關 李化老師教過哪一個輻射 哪一種光跟熱有關 紅外線很好 好 然後吸收誰? 吸收紅外線 再來,哪一個紅外線? 地面 地面的紅外線 不是太陽 是地面的紅外線 好,第三個重點 等一下講誰吸收 誰吸收 OK,吸收紅外線 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它會講誰吸收 然後呢 就保持地球的溫暖 然後叫做效果 然後叫做效果類似原意的溫室 看到大氣 然後又被大氣吸收 大氣吸了熱再放熱放出去 然後就加熱地球 使地球保持溫暖 溫室效益 這是比較仔細的圖 下一張圖 下一張圖是舊客人比較簡略的圖 它的左邊就只有陽光進來 雲反射 然後被地面吸收 就沒有畫別的了 然後右邊跟坑台一樣 地面就放了 紅外線出來 有些進到太空 有些被雲 這個空氣的成分吸收 再放熱放出來 上面那三個是你要背的 誰吸收 水氣、二氧化碳跟甲碗 我等一下會寫一堆 我會寫一堆會吸的東西 我多寫的你可以不背 這三個要背 誰會吸收 水氣、二氧化碳跟甲碗 會吸收 這個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OK 那這個是動畫 那只是加了數字而已 所以不用管它 太陽一百單位照下來 二十二單位反射 五十八個單位穿過 二十個單位被雲大氣吸收 五十八個進來之後 會反彈 反射出 四十 地面會吸收四十九個單位 九個單位被地面反射掉 所以有接近一半 都是被地面吸收的 地面會被地面吸收的 然後吸了之後呢 再放出來 再放出來 四十八個放出來 放過來 然後再被雲吸收 大風吸著 穿過去 這裡有一個顯熱 就是H等於M S加了T 叫做顯熱 這裡的顯熱就是融化熱 氣化熱叫做顯熱 放出去 然後... 這個就只是把剛才的圖 變成有 數字而已 那數字你也不用管它 不用背它 講的就是剛才的 第一張圖的意思 第一張圖的意思 OK 那麼剛剛講過了這種保溫的效果 類似原意的溫室 所以稱為溫室效應 那麼這個善於吸收紅外線的氣體 叫做溫室氣體 這些 我剛剛講我會寫一串對不對 我會寫一串 但是前三個你一定要背 水氣氧化蛋跟甲烷 我後面多寫的你可以不背 什麼臭氧啊 氧化亞旦啊 火綠碳化合物啊 你可以不背 但前三個你要背 它們會善於吸收來自地面的紅外線 回到最初那張頭裡面 重點一 吸收誰 紅外線 重點二 哪來了紅外線 第一面 重點三 誰吸收 水氣氧化蛋跟甲烷 吸收 OK 就是溫室氣體 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 那麼 我們所以你就知道 對於地表的大氣而言 火爐在哪裡 火爐在地面嘛 因為地面給我對不對 所以越靠地面溫度要怎樣 越高 所以 對流層大家來自哪邊 來自於 地面 所以 越靠地面溫度越高 越上面會 越冷 所以 對流層是高度越高 溫度越 第一嘛 每上升一公里 下降六點五度C嘛 對不對 對 以前被過的 所以 來自於地面 這裡面 所有的 裡面最重要的 溫室氣就是水氣 水氣最重要 水氣的影響最大 但是 我等一下要做的東西 我們通通不談水 為什麼我們都不談水 除了水本身有吸熱放熱心上之外 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要講的是 因為人類活動所造成的影響 因為人類活動所造成的水氣 被大自然而言唯部主導 所以不用理它 我們要講的是 我們人類所造影響 所以我後面要教的 就不提水氣了 但是整個我們講的水氣 我們要講的 水最重要 水氣最重要 這個我們知道就可以了 謝謝大家